衣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郑云龙 我最喜欢的就是我自己佩戴的这款 比较简约风格 很简单 就能凸显这个宝石的自身的一些色彩 就我觉得还是搭配正装好看一种 就比较正式的场合 其实电影它属于光影艺术 光影艺术其实对演员要求就非常非常的高 是需要跟各个部门跟机器 跟演员配合得很完美 才能达到导演画面里面的那个样子 所以这个跟我们完全两种表演方式 因为舞台它可以通过长期的排练 去营造一个一部剧 从头到尾的这种连贯性的表演 不用去打断 那电影它这个是完全是表演方式的一样 你拍电影你可以通过你的状态 更多的是用状态 你外形你的状态也可以帮助你 那音乐剧很多你塑造人物 是需要设计很多舞台上的东西 形式感的东西 包括音乐 音乐是帮音乐剧演员 去塑造角色的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首先你要把这些歌声给唱会 从这些音乐的节奏 包括旋律里面 去找你这个人物的状态 和你人物的内心 所以这个剧还是不一样 有时间会吧 大部分时间不会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先开始玩的 好吗 那大家都开始玩这个东西 我就不玩了 最近才知道放人赛是什么意思 我胳膊很长 也就一米九二 B站 一般 一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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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